在张欣宇宣布结婚了之后,大家就知道了她的丈夫是一位军人,所以他们的这一场军婚令人非常看好。 本来军人在大家心目,中,就是一个很高大的形象,更是令人尽量万分,所以大家对军人还是非常尊敬的。 现在又有一位军人,就连杨宁,同利亚都关注了她,到底是何方神圣呢?杨宁这么一位大团,大家都知道其实她关注的人并不多,也不是所有明星关注她,她都会悔本的。 但是这位军人关注了她之后,她就马上互相关注了,看来她的身份不一般,原来她就是王威,大家看过真正男子汉儿的人,应该都知道这个班长王威,在节目中不留余地的去训练明星们,丝毫不留情。 但是训练时她是严格的,私底下其实也是非常可爱,也会给杨宁送房产,原来班长王威是一位追星族,所以当时杨宁去参加这当综艺的录制的时候,王威看到她还会有点害羞,难怪王威开通微博之后第一个关注的就是杨宁,原来也是一位粉丝。 不过王威没在当时最火的时候开通了微博,而是等她退伍后才开通,真是一位对自己负责,对军队负责的军人,难怪就连孙杨、蒋敬夫、黄子涛、张兰心、沈梦琛等人都和她互相关注了呢? 不知道王威退伍之后,会不会继续参加一些综艺节目的录制呢?像和杰一样找到自己的另一半,还真是令人期待呢? 大家更喜欢王威还是何节呢?